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這一期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Sean這一次呢 要跟大家聊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如何利用最簡單的工具 最低的成本 甚至於連磨豆機啊 沖煮工具 什麼都不需要 我們就可以變出一個禮拜份量的咖啡 那這個主要原因在於是說呢 其實我發覺說很多的上班族 他們常會問學長啊 欸 學長你覺得是星巴克好喝呢 Saven好喝呢 還是全家好喝 還是露伊莎好喝 什麼阿里不打的好喝呢 那學長其實覺得說 我還是覺得自己做咖啡最好喝 但是他們可能會覺得 我每天上班很忙啊 或是說我不想要投資這麼多器材啊 那我沒辦法進入精品咖啡領域怎麼辦呢 那學長今天就來跟大家講 如何不用任何器材 成本只要50塊就可以搞定所有器材 然後讓你進入精品咖啡 每天都可以喝精品咖啡 而且你還不用去便利商店 你不用去外帶店去排隊 你也不用再去拿紙杯 就可以有環保 喝到好喝的精品咖啡的概念 那這個觀念呢 很簡單 我們剛開始呢 只要去找一家 你喜歡的咖啡店 然後呢 買半磅咖啡豆 同時呢 請店家幫你研磨好 並且跟他講 你需要的研磨的研磨度呢 是冷泡咖啡的研磨度 這樣就可以了喔 好 那我們就馬上出發 買咖啡豆囉 那今天想挑的店呢 是 位在東區的Olivia 最近也在跑外帶被夢想的活動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來Olivia 挑一隻我們喜歡的豆子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現在已經買好了 磨好的半磅咖啡豆 我們就可以回去準備冷泡囉 好 那我們把咖啡豆買回來了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Olivia的古籍咖啡豆 那當然這都隨便你啦 你喜歡哪一家店 喜歡哪一種豆子 你都可以自己選擇 那這也是樂趣之一 那我們現在開始做一個禮拜的份 那原則上呢 這樣的一包豆子 半磅是225克 225克呢 如果我們一般以沖咖啡的粉水比的話 大概是1比15 所以大概就是3400cc左右的水 來進行沖煮 所以呢 你的容器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自己選擇 你可以選擇那種很大的冷水桶 那3400cc 足夠放也可以 或者說像學長這樣 我可能會分2到3個 像我這個是1200cc的瓶子 你可以準備3個 或是如果只有7800cc的話 可以準備4個左右 就可以完成3400cc左右 好 然後呢 這個是叫做乳包蛋 那乳包蛋呢 這個大概2塊左右啦 那你可以一次買個50個啊 100塊 你就可以用很久很久 今年你就 這一包就搞定了 OK 這叫乳包蛋 那你可以同時可以準備一個這個豆勺 這個豆勺要不到50塊吧 30塊 你不用也沒關係 一般湯匙也可以 那你只要大概能夠知道說 我養了多少豆子 進我的乳包蛋裡面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 換算起來呢 就是3400cc 我們實際上過濾完以後呢 大概有3000cc 如果你一個禮拜上班5天的話呢 等於說你每天有600cc的黑咖啡 可以喝 相信對於一個上班族來說呢 那個量應該是蠻夠的啦 一個禮拜的咖啡錢 這樣一包豆大約是400塊到500塊就搞定了 400塊到500塊 所以其實實際上呢 是非常便宜的 一天兩杯咖啡的錢就不只這個哦 但是你喝的品質呢 可能遠比你在外面買的 來的更好 省了時間不用去排隊 而且非常的環保 OK 好 我們就馬上開始了 這個是磨好的Olivia豆子 好 把它給拆吧 這邊是225克的咖啡粉 225克的咖啡粉 然後我這一個湯匙呢 大概是13克到15克 所以大概是5匙左右呢 就搞定了 5滿匙 你可以用一個這個小的小杯子 你這樣裝很好裝啦 當然你也可以全部到杯子裡面 再到乳包袋裡面 其實根本都一樣 好 裝5匙 這個是剛剛我們去買回來以後 就現場磨開的咖啡粉 所以新鮮度還是不錯的 好 1匙 好 好 搞定 好 豆子這樣就搞定了 然後乳包袋呢 需要跟大家講 怎麼樣去包它 其實很簡單 好 就這樣 稍微把上面咖啡粉抖下來 然後包的時候呢 前面先把它束一個口子 好這樣子 像一個 像一個包包一樣 然後呢 稍微也沒有什麼技巧 還有一條線對不對 好 就把它纏 纏個兩圈 纏個兩圈 然後呢 在這邊打一個結 這個這個繩頭 就是在這個結裡面 穿過這個結就可以了 穿過 OK 這樣拉緊 會不會是不會倒出來的 然後呢 這樣就可以了 真可愛 一個小乳包袋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放到我們的容器裡面 如果你的桶子是很大的 比如3000多cc是這種大的冷水桶的話呢 你也可以就是用三個乳包袋一起丟進去 因為這乳包袋可能最多可以裝七八十啦 當然有更大的 如果你的乳包袋是比較小 你可以分三個袋子沒有關係 OK 好 好 那如果呢 你這個線夠長的話呢 你也可以掛在這個上面 你下次要過濾的時候 直接拿起來 就過濾完成了 就非常的方便 對好 就是可以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線不夠長 沒關係 丟進去也沒關係 到時候 你要過濾的時候拿筷子把它加出來就好 也很簡單 OK好 然後呢 就加水 我這個瓶子呢 加到滿大概是1200cc 所以我大概加到這邊 就是1400cc 就加冷水就可以了 加冷水 好 就加冷水 那你不用擔心你的乳包呢 會沒有吃到水 好 就加 1200cc 可以看到馬上就有一點點顏色出來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就加到 加到滿的位置 好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稍微 稍微 但不要太過頭 可以拿一個湯匙或是筷子 稍微 讓你的 不要 不要太用力 就稍微讓它你的 裡面的粉塵呢 有吃到水就可以了 它其實它時間 因為我們浸泡時間很長啦 它一定會吃到水 所以不用緊張 OK 這樣就可以 讓它有吃到水 不要太用力的去攪拌它 因為攪拌它咖啡粉 冰淇淋還是會四處苦味的 這樣 然後呢 把蓋子蓋起來 然後容器的部分呢 儘量選擇一些 可以 有一點點 氣密效果的 然後這樣的一壺呢 比如說你做了珊瑚 或是一個大桶子 都沒有關係 放到冰箱裡面 然後我們今天會做三個 時間點 12個小時 18個小時 跟24個小時 那 隨著不同的研磨度呢 會做出不同的風味 所以呢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囉 好 我們的前置作業做完了 我們就準備放冰箱了 好的 經過了一個晚上的冷泡時間呢 我們現在要開始 做一進行 把乳包袋夾起來的過程後 那我們今天 學長這三壺呢 使用的是三個不同的時間 這個是12小時 這個是16小時 這是24小時 那浸泡的時間到底要多長呢 其實主要看 第一點是 看你 咖啡店 抹粉的 細或粗 因為細呢 原則上時間就不要太長 那如果他磨得比較粗的話呢 你就要稍微的浸泡時間長一點點 那第二點 當然就是你喜歡的口感 跟濃淡度 所以實際上呢 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那學長建議你 你就可以試試看 譬如說你第一次做的時候 就可以做 12小時 16小時 24小時 來比比看 因為我們是使用乳包袋 所以過濾的工作就變得非常的簡單 如果你 你是直接像傳統的冷泡方式呢 你就過濾起來就會非常的麻煩 OK 好 然後我們就準備筷子 準備一個盒子 找一下你的乳包袋 找到了 然後輕輕的把它勾出來就可以了 看到了嗎 把它勾出來 好 稍微移動一下 OK 好 然後 這樣子 不要去擠它 因為擠它的話呢 容易會出苦澀味 把乳包袋拿起來以後呢 這咖啡丸 幾乎就是不用再過濾的 口感是乾淨的 因為乳包袋呢 不會讓細粉太多滲透出來 會一點點 但是一點點呢 大部分都會沉澱在你的 冷泡壺的下面 所以對你喝起來 是沒有太大的影響的 那可以看到這是乳包袋 那這咖啡呢 基本上就已經沒辦法使用了 那就可以把它丟掉了 過濾完以後呢 有些人喜歡 再把這個放回去冰箱裡面 冷藏12小時以後再喝 甚至冷藏24小時再喝 這都是可以的 然後 冷泡咖啡呢 隨著你的冷藏的時間慢慢的增加 它的風味也會不一樣 但是我希望可以很明確跟大家講 只要你選擇的容器 它的密閉效果是正常的 就是OK 它可以蓋著 不要一直接觸到冰箱裡面的味道 它放一個禮拜的風味都是很好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那放回冰箱的時候 那你要喝的時候怎麼使用呢 其實你就可以準備一個 你自己的環保杯 就不用再去便利商店 或者去咖啡外帶店 每次都要拿一個紙杯 其實是很不環保的 在家裡面放到冰箱裡面 你就可以拿一個 你自己喜歡的環保杯 就把它倒出來 你就可以自己帶到公司裡面飲用了 那如果你喜歡喝熱的 那也沒有關係 你就準備一個可以微波的容器 因為其實冷泡咖啡 它不光只是在冷的時候可以喝 熱的時候也是很好喝的 那微波其實對於咖啡風味的喪失來說 是很低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喝熱的話 你也可以準備一個可以微波的容器 然後帶到公司裡面在微波 或是在家裡先微波好 就可以隨時可以喝冷的 或是熱的咖啡 這樣就不用每天上班的時候 都要去排隊 買咖啡 不環保 而且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咖啡粉 你喜歡的咖啡店 每次使用半磅的咖啡豆 滿足你一個禮拜的需求 其實這是非常方便的 那還是有人會覺得說 那我喜歡 平常就喜歡喝拿鐵怎麼辦 其實可以建議大家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冷泡咖啡照樣做 對不對 冷泡咖啡照樣做 然後你就選擇一個 你可以選擇一個容器 然後可以購買一下 這個 這個就是奶泡棒 奶泡棒 就是加牛奶以後 每天一樣 咖啡從家裡做好以後 你想喝的時候 加一點的牛奶 冷的或熱的都可以 拿奶泡棒 稍微打一下 然後加到你的咖啡裡面 就是一杯拿鐵了 如果你選擇的咖啡豆好的話 這麼簡單的做法 就可以比便利商店 或是外在店的咖啡更好喝了 所以 Sean 真的覺得這個方法是非常棒的 一方面省錢 二方面你可以選擇好東西 第三方面還很環保 第四方面是非常省時間 非常快速 好 如果大家聽懂的話 我們今天的冷泡咖啡 一周攻略就說到這邊為止了 希望大家都有機會可以試試看 好 那我們就到這邊為止了 謝謝大家 掰掰